哈喽大家好,我是江江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超经文念佛号 念经,对练习有没有帮助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还不错 就用我个人的经验来跟大家做分享 而不代表全部哦,所以你们可以听听就好 参考参考就好 我个人在练习的这条路上呢 我应该没有超过经啊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念佛号的话,我并不是念什么阿弥陀佛 大部分的都是在念一个小咒 那个小咒呢,是地藏王的一个十字小咒 我不知道,我就特别爱那个小咒 所以有时候开车,以前还没有背起来十个字而已 我还没有背起来的时候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遮阳板上面 然后只要听红绿灯,我就会念个几回 念念念念,等到绿灯就不念了 然后直到我背起来之后 我就把遮阳板的那个手写的小咒拿下来 就时时刻刻想到就念一下,想到就念一下 那再来念经的话,我个人是偏爱心经 以前是会早上三回合,下班之后又三回合 除了念之外呢,后来发现 网络上有人把心经变成歌耶 那我觉得也还不错 那也有抒情版,那也有轻快版的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轻快版的 然后就变成说听三回合 本来是念三回合,后来就变成用手机放 然后跟着唱三回合 然后晚上下班回来也是唱三回合 那到现在呢,我比较没有做这些动作了 可能是就像是我们念一年级,念二年级 你要准备的功课可能都已经熟悉了 误通了,那你可能就不需要再去做 就好像我们以前念书是要背九九乘法表 那在背九九乘法表的时候 在不熟的时候,是不是老师就会希望你一直背 然后明天要考你,后天要考你 就是不断的考你,直到你背起来 当你升上高年级之后 老师就不会再抽考你九九乘法表的意思 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是这样 那其实在念心经的时候呢 其实我不晓晓你们大家在念经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我呢,以前在念经的时候是边念边有问号 我这个真的是好奇宝宝 就是其实我对很多我不懂的事情 就会想要知道答案 那对着心经啊,念念念啊 为什么是什么 就是很多里面的词啊 就是经典的一句句 就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人家都说念经很好,念经很好 那我就念啊 就念啊 可是会有疑问 然后慢慢慢慢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慢慢点滴的去物童里面的很多很多的 嗯,每一句每一字 到现在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里 我觉得念经的时候 或是你,你在抄经文的时候 或是你在念小咒的时候 那个阶段其实就是让你自己秉除其他的想法 任何其他的事你都不去想 比如说我要念小咒的时候 我就要一遍又一遍的在心里面念 然后呢 看有没有念错字 刚开始会念错字 所以我要念慢一点 然后再慢慢熟悉 再加快一点速度 然后越念心情就越愉悦 因为会觉得我背的越来越熟了 然后就没事就念一下 没事就念 当你在念小咒的时候 你其他事是没有在想的 跟我听心经的时候是一样 我听心经的时候 我嘴巴是跟着那个旋律在哼唱的心经 那你在哼唱的心经的时候 你其他事情你也没有在想 你就跟着心经的旋律一直走下去 那其实对人类来讲 就是一种静心活动 因为人类实在太会想事情了 那所以呢 为什么会说你抄经文啊 你念经啊 念小咒或是其他的念佛号啊 会帮助你进步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真的就是在帮助你们 不去想其他的事情 你就好好专注在这一个功课上面 你就好好念 你就好好念 不是要念108遍吗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念108遍 如果看影片你们可以知道 也可以跟我分享 为什么一定要念108遍 那因为我呢 我会觉得108念108遍 我上班时间可能不足于我念108遍 下了班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念108遍 所以我就三遍三遍 就是让我自己就是给我自己个小目标 可以达到的目标 所以呢 现在啊 回头再看那个练习的过程 我就是了解到 就是当你在念佛号啊 或是你在超经文的时候 或是读念经啊 念佛号那些 其实都是在那个当下 要你这个人的身体 你的思维是整个停摆的 你就整个就是进在那个超经文上面 超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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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念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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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说真的哦 很心 就是你心乱如麻的人 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静下来做这件事情的 就好像我刚开始念的时候 其实是没办法三遍好好念完的 真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 当然我现在比较没有念 其实我现在看有点像欣赏 欣赏 但不是说不尊敬他 其实就是变成说 那个功课 那个过程已经过了 我不需要靠那个来帮助我静心 所以呢 在这边为大家小小分享一下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有些老人家 他可能很紧张的时候 就一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因为帮助他心静下来 然后呢 也有听老人家讲说 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就一直念 或者是说 人家有些人快往生了 不是会帮他持念经阿什么的 我觉得因为在一般老人家的 那个年代的老人家 认为说我只要多念佛号 佛号就可以造福 就是可以帮助家里 可以让家里拼命安安顺顺利利 健健康康 所以他会为了家 为了自己 亲爱的另一半啊 或是亲爱的孩子啊 或是自己的亲爱的爸爸 妈妈 他们会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也带着一种信念的产生 当他念经的时候 他有一种信念的产生 他会知道说 当我这样念的时候 老天啊 神明啊 都会保佑我 其实这也是帮助他在把他 就是意念做提升的动作 就是说那一代的人 那一代 但是我 我 我已经是再隔一代了 下一代 那我还有下一代 他可能以后更不相信这些有的没的 所以每一个朝代都会不一样 那当然那一代的 我觉得他在念佛号 或是在念经的时候 可以帮助他的信念提升时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动作 很好的 很好的做法 没有说不好 那还有再来一个 我自己觉得那一代的人认为说 我只要多念一点佛号 我只要多念一点经 我离神明 我离上帝 我离那些观世音菩萨 或是等等之类 他们心里认为的 敬仰 敬仰的神明呢 会靠近一点 会靠近一点 所以以前的人呢 就是在过往往生的那个时候 就是连现在也是会有啦 现在只是比较少 以前真的是就是要念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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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问了他们 他们说因为这样他们才能让什么菩萨来引 就是让他知道说他要跟着菩萨走这样子 就是他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 那也认非常认真的 就是知道说 因为这个信念在他心里已经重得非常深了 所以当然他自己也会希望他自己在接近要往生 或是往生之后 他的子女也来替他送金 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我没有 我没有 我知道当我知道我未来要去哪里的时候 我根本不需要送金 因为我现在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 我要过 我要去 去那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是哪里 我不知道 就是老天爷的那个地方 充满爱的世界里面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小小的体悟 念经念佛号 超经文 初期就是帮助你静下来 然后再来有些人是认为说 我只要念了这些 可以帮助我更靠近我静养的神明神佛的位置 或是他们也会认为说 我多念一点 可以消一点灾呀 为自己再来带福气呀 等等之类的 就是都是好事啊 没有不好 重点是你的心 只要你的心可以因为这样而静下来 当你的心静下来 你将会看透很多事情 思绪也会大开 就好像水沟里的水 如果是污浊的 你是看不见底部嘛 就是你的心很乱的时候 就像那个水沟是很污浊的 那当你因为念了精心静下来的 那个水沟的水是干净的 你就可以知道下面有没有辣可以摸 我小时候水沟是可以摸辣的 所以浅浅的跟大家做分享 念咒语也好 超经文也好 念佛号念经文 其实我觉得个人初期都是在帮你自己 这个身体 去做静下来动作 其他事情都不要想 你就好好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帮助的啦 就这样咯 I love you Bye bye